现在扩张到太平洋岛国 美国太平洋岛国特使 银汝尚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活动中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按去年惯例出席 今年9月在纽约举办的第二次太平洋岛国领袖峰会 负责斡旋的银汝尚强调 此举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一星期前太平洋岛国所罗门投诚中国 签订中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则加紧拉拢帛琉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 透过自由加盟协约 要在今年9月底前提供经济援助 同时让美国享有自由进入这些战略地区的特权 未来也会进一步与这三国签订新战略协议 因为上看来对太平洋岛国很有信心 但美国忙着雇外交 国内里子却雇不着 根据美国蒙茅斯大学本周公布的最新民调 对于拜登拯救失业率的表现 认同与不认同各赚一半 但最严重的通膨问题 只有34%的人认同拜登 对竞选恐怕最不利 不过拜登仍老神在在 20号还去了宾州造船厂造势 自夸拜登经济学能击溃通膨 但民调会说话 美国人民买不买壮 明年总统大选就会揭晓 最新闻李梅杰王中英报道